Sony Xperia 10 Mark 5這支新手機呢 一拿起來它的手感真的好得非常的誇張喔 不要忘記它是一支6.1吋的手機啊 在這個尺寸竟然可以只做到159公克的重量 還有著2023年跨世代的設計 那就是這個耳機孔啊 畢竟現在2023年呢 耳機孔這個設計真的跟日本製的壓縮機一樣 非常稀少啦 嘿大家朋友我是阿康 今天這部影片算是近期的重磅之作 那就再跟大家開箱由Sony最新推出的Sony Xperia 10 Mark 5 以及跟大家分享說我這一段時間呢 使用下來的心得到底是怎麼樣啦 那先跟大家講一個結論 在中間手機這個世界裡面 我願稱你為最強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外盒來開箱喔 這支Sony Xperia 10 Mark 5 是採用零素全環保的材質包裝 是由竹子啊 甘蔗纖維和回收紙類製成的 和Sony WF-1000SN4那個盒裝算是同等的概念啦 而且令我驚訝的是整體的包裝啊 也依然設計的很有質感 並不會因為改變成環保材質變得很廉價喔 這點需要給Sony的設計團隊一個讚啦 而一打開呢 當然就是我們的手機本體啊 那我這次選擇的是玫瑰黑色的Sony Xperia 10 Mark 5 假設手機的背面也是做霧面的設計喔 欸各位 這個黑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最大的重點也是我個人認為 這支手機用起來最令人開心的第一個優點 就是它的手感啦 Sony Xperia 10 Mark 5這支新手機呢 一拿起來它的手感是好得非常的誇張喔 不要忘記它是一支6.1吋的手機啊 在這個尺寸呢 竟然可以只做到159公克的重量 我們可以換個方向想啦 這個重量呢 可以說是貫穿它整支手機的一個最大優點 像我這陣子不管是拿它來玩手遊啊 帶出門戶外攝影甚至拍照 都覺得非常的輕鬆喔 那再來就是它的第二個優點 電量續航 以Sony Xperia 10 Mark 5來講呢 你可能會覺得說它重量這麼輕啊 是不是電池上面有給你偷料 不然怎麼可能做得那麼的輕啊 但事實並沒有喔 以Sony Xperia 10 Mark 5來講呢 它是達到5000mAh電量的 那你可以看呢 我自己實際測試啦 就是我把它整支手機充到滿電啊 然後來玩遊戲來看影片來拍攝 整體一整天下來的應用呢 也都非常非常的足夠喔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應該是一個黑科技吧 一支這麼輕的手機 而且達到6.1吋 竟然還可以有這麼好的續航力 那再來第三個優點也令我非常驚豔 那就是Sony Xperia 10 Mark 5它整體的影音效果 畢竟Sony自家的Bravia電視 它的感覺看起來有多棒 應該是不用多說多強調了吧 以Sony Xperia 10 Mark 5來講呢 也是採用Sony自家的OLED螢幕技術 同時也搭載Kony Gorilla Glass Victus 玻璃 獨特的除了Minnos Displays原色顯示技術 讓整支手機的暗部亮部的畫面都非常的漂亮 講誇張一點 我自己認為這個畫面等級 不應該出現在指賣這個價位的手機上面 畢竟Sony Xperia 10 Mark 5它屬於一個平價市場帶的手機 基本上我相信同級區的手機 應該是沒有它這個等級的畫面 而這個亮度呢 我自己算也大概是1000尼特上下啦 讓我們在戶外看手機的時候也都算非常清楚 而且這些都僅僅是視覺上面的感受而已 更厲害的是整支手機的聽覺饗宴嘛 Sony Xperia 10 Mark 5既然是Sony自家的手機 當然有支援到LDAP高音質無線傳輸技術音訊 並且它的正面揚聲器是雙喇叭的配置 在這個價格大概算是比較少見的 這樣子的配置在我們追劇、看影片、視訊、打遊戲的時候 聲音就是從正面而來 因此它的立體感會更加的真實平衡啦 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記 Sony自家的聲學調教也是滿分喔 Sony Xperia 10 Mark 5又能聽到滿分的 Hi-Res Audio高音質音訊 也還有自家的DSEE Ultimate數位音質還原技術 幫你強化、補回音樂在轉數位時可能遺失的部分 而在搭配我們Sony自家的耳機時 也可以想得到Sony的生態鏈應用啦 我們可以使用Sony的Headphone Connect 快速存取、快速調整音效 再來Sony Xperia 10 Mark 5還有著360度 Reality Audio的模擬音效 讓我們完美體驗沉浸式的環繞音樂體驗 真的是令人非常驚豔喔 甚至Sony Xperia 10 Mark 5還有著2023年跨世代的設計 那就是這個耳機孔啊 畢竟現在2023年耳機孔這個設計呢 真的跟日本製的壓縮機一樣非常稀少啦 再來第四個優點也是這支Sony Xperia 10 Mark 5的重頭戲 就是我們的拍照攝影 Sony Xperia 10 Mark 5主打的中值呢 就是讓我們拍照更加的簡單 它的主鏡頭呢是1200畫素的 但是整體的畫質成像結果 卻更加一層樓的提升 在特定場景呢 我們直接拍照 Sony Xperia 10 Mark 5會自動偵測達到最佳的拍攝效果 這當然也包括我們的夜景模式 這邊我放幾張樣張給大家看喔 Sony Xperia 10 Mark 5不管在我們光線是不是充足的情況下 或是夜晚拍攝的狀況下 所有照片的色彩表現都十分令人驚嘆 你會納悶說這真的是一支 平價一萬多塊的手機所拍攝出來的效果嗎 在某些場景呢 背光或弱光的時候 我們普遍照片在白的時候都會過亮 黑的地方都會過暗 但Sony Xperia 10 Mark 5會自動以HDR模式的拍攝 重新清晰的細節喔 而在夜晚最令我驚嘆的一點就是耀光鬼影的控制 這支Sony Xperia 10 Mark 5使用全新的感光元件 尺寸比起上一代的感光元件大了60% 提高了拍照時的感光效果啦 大大減低夜晚的雜訊喔 再次強調 簡單用一句話形容就是 你很難相信這是一支一萬初頭塊的手機所拍出來的照片 因為真的算非常非常的好看喔 而Sony Xperia 10 Mark 5有三個焦段 分別是16、26、25、4 內建我們還可以選擇隔線來幫我們更好的構圖啦 而Sony Xperia 10 Mark 5也有更輕鬆的手勢自拍 像我們這樣伸出手掌就自動的拍攝了 而Sony Xperia 10 Mark 5也有很漂亮的三景 讓我們在自拍的時候都可以得到很好看的自拍照片 而且還有一點要講的是柔膚效果 其實多半的Android手機在拍照的時候都會自動的幫我們有點柔膚、有點美顏 但這樣照片某些人看起來就會覺得那個色彩好像不太自然喔 但是那Sony Xperia 10 Mark 5它的柔膚效果我覺得還算是很合理的 令我非常驚豔 當然我們也是可以把這個柔膚效果透過內建的相機把它關掉 這樣一來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最真實而且我覺得也算很好看的照片喔 這個就看你自己的喜好去做調整啦 而錄影上面呢 Sony Xperia 10 Mark 5它26mm主鏡頭也有著OIS的光學防手震 所以如果我們在戶外自己拍片啊拍素材啊 當Vlog輕鬆拍自然影片所拍攝出來的效果都非常的好 而且搭配它整支手機超級輕的重量啊 你本身就是一個生活上你隨手很喜歡拿起手機來拍照錄影的人 Sony Xperia 10 Mark 5絕對是一個非常棒的好夥伴喔 但講完這麼多優點呢還是有個點要提的 那就是Sony Xperia 10 Mark 5它只搭載高通S695的核心啊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一個重度的手遊玩家啊 例如玩原神啊或者高FPS的遊戲 或者像我玩慣了高手的話 我們是沒有辦法把效能全開的 你如果真的要玩啊 就是要把那個效能給降低才能順暢的遊玩喔 或是你平常玩的手遊啊 都不是那種重度會操手機效能的手遊 那這個點可以算是無事啦 不過我還是必須客觀認真的講啊 這算是一個非戰之罪 畢竟它就是一個一萬出頭的手機而已 在價格這麼親密的同時呢 它已經把其他技能點 例如螢幕體驗啊 聲音音質 拍照成像 滿分的手感 還有高續航電量都點滿了 如果你要求它給你一顆很好的核心的話 那Sony Xperia 10 Mark 5呢 它肯定也不會賣你這個價格啊 當然如果你本身不在預算啊 你就是要把所有的技能點全部點滿 那我們可以考慮買到 Sony自家高階旗艦手機 Sony Xperia 1 Mark 5啦 所以總結來講呢 Sony Xperia 10 Mark 5 它就是一支一萬出頭的話 你只想花這個親密價格預算 所能得到的最好生活應用手機 雖然核心上面你要跑高效能遊戲啊 會比較不足 但畢竟你選到這個價格帶的手機 我們其實本來就該有所取捨嘛 特別如果你本身本來就不是一個 會玩高效能遊戲啊 操手機的人 或者說你也接受效能可以調低一點 那在這個前提下呢 Sony Xperia 10 Mark 5 就是一支完美無缺的手機啦 因為Sony Xperia 10 Mark 5 再給你到滿分的手感 滿分的影音體驗 滿分的續航 滿分的拍照攝影 甚至給你滿分的 IP65、IP68防水防塵 這些呢都是我們生活上 我個人覺得比較必備的應用功能哦 所以我相信對於大多數人來講呢 Sony Xperia 10 Mark 5啊 絕對是這個價位帶 最令人滿意的一支手機啦 那當然這是我初步拿到這支 Sony Xperia 10 Mark 5啊 玩了一陣子下來的心得 如果大家對於這支手機啊 有任何的問題想法 還是想要看我測試哪些東西 分享哪些心得 都歡迎在那下留言跟我一起討論哦 那最後是表演對你們的按讚、分享 訂閱和開動並且小鈴鐺 才能收到未來更多3C產品的開箱啊 還有各種科技薪資的影片上面通知了哦 那我們就在這邊見啦